我正在老婆白亭的书房里躺着,书架突然动了起来,我冷不丁被吓了一跳,一个身材火辣,长相妩媚的女人从书架后面走了出来,你是谁? 怎么突然出现在我家里?我惊得声音都劈叉了,我从你老婆的秘密通道里过来的。 女人停顿了一下,你老婆每次写稿,我老公都会从这里来找她。 我这才后知后觉地明白,这女人是想告诉我,我特么地悖虑了,我看向女人身后实在想不通,这好好的书架怎么变成了暗门,我侧头向她身后望去。 发现她的身后通往的是另一套房子的书房,在那套房子同样的位置,也有着跟这边一模一样的书架,当两个书架被移开,两套房子就会被打通。 看来这女人说的极有可能是真的,我一拳打在墙上,心里恨得要命,却只能连用几个卧槽来表达自己的愤怒。 女人还想说什么,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,女人留下一句千万别让你老不知道你发现了书房的秘密,就迅速退回去,将书架回归原位,那速度快的我都没反应过来,仿佛刚才女人的出现只是我的一场幻觉。 我定了定神,打开入户门,老婆白婷正站在门口,你不是说这次采封要半个月吗,这才一周,你怎么突然回来了? 我诧异道,采封结束了,我当然要回来。 白婷看我的表情,就像再看一个白痴,随后静止走进书房,几秒钟后,书房里传来白婷的大吼,陆涛,你是不是进我书房了? 我脑子里突然想起那个女人的声音,千万别让你老婆知道你发现了书房秘密,想要质问她的话,到嘴边又咽了回去,故作轻松地随口反问她,怎么?你房间里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? 白婷似乎没想到,我会这么闻,磕磕绊绊道,没,没有,我只是不喜欢别人进我的书房而已。 我很累,想休息一下,你先去别的房间吧。 白婷说着,将我推出书房,门关上的那一瞬间,我从白婷的脸上看到了转瞬即逝的慌乱,愈发肯定了自己的想法。 看来,这书房里一定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。 我老婆白婷是一个很有名气的网络作家,长相漂亮,温婉大气,我们买房后,装修的事几乎都是白婷在打理,他声称自己写稿的时候不能被人打扰。 因此从来不允许我进他的书房,每天除了吃饭睡觉,剩下的时间几乎都待在书房里,自从发现了书架的秘密后,我一直在寻找机会。 想要去书房一探究竟,可是一连好几天,白婷都待在房间里不出来。 下午,一个戴着黑色帽子黑色口罩的快递员递给我一个文件袋,袋子有点沉,边缘处有轻微的磨损。 袋子里是一大碟白婷,和一个男人的大尺度床照,照片上的他姿势撩人,表情销魂,一副我从来没见过的样子,在那些照片中,还夹杂着几张五六岁女孩的照片,看那孩子的眉眼,与白婷居然有着七八分的相似,我的头一下子就炸了,心头涌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愤怒和耻辱。 白婷在和我结婚之前,居然和别的男人有了一个五六岁的孩子。 我想拿着这些照片去质问白婷,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,却突然发现每张照片的背面都写着一行字,想知道真相就千万不要冲动,加我微信137S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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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我告诉你事情。 我深呼吸几分钟后,好不容易忍住想要质问白婷的冲动,拿出手机正准备加微信,这时书房的门开了,白婷从里面走了出来问我,刚才有人敲门。 我赶紧将照片塞在沙发缝隙里,强迫自己冷静下来,再查到真相之前。 我不想打草惊蛇,由于太紧张,一张照片从我手上掉了下来,落在我脚边,而且是正面朝上,眼看着白婷越走越近,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,赶紧装作很自然的回他,推销净水器的,被我打发了。 此时白婷已经走到了茶几跟前,听到我这么说,并没有继续往前走,而是转身回了卧室,我这才松了一口气,捡起地上的照片,加了那个微信,一个长达六年的惊天秘密浮出水面。 原来,白婷在和我结婚前,就有一个初恋情人同伴,同伴是一家公司的继承人。 同伴的父亲,看不上白婷这样的酸腐文人,哪怕他未婚为同伴生为一个女儿,为拆散俩人,同伴父亲不惜以剥夺他的继承权相威胁,并且迅速让同伴通过商业联姻与现在的妻子王娜结了婚, 把那个孩子寄养在乡下,同伴结婚后,白婷自知与同伴之间没了希望,这才选择了和我结婚,但可气的是,这俩人在婚后并没有断了联系。 得知我们在这个小区买了房子后,同伴便买了我们隔壁的一套房子,装修的时候直接将书房打通,所以我们隔壁的房间就变成了他们的秘密艾巢。 这几年来,白婷总是借口写稿忙,整天在书房里待着,晚上很晚了才回卧室睡觉。 每次我想跟她亲热,她都会借口泪拒绝我,就连为数不多的几次,都像是在例行公事,所以我们结婚这么多年,一直都没有孩子,而同伴与她的妻子王娜也没有孩子。 白婷每次说要出去采风,都是和同伴一起去看她们的女儿,如今六年过去了,同伴逐渐掌管了家族事业。 王娜的家族企业逐渐没落,而且一直无所出,同伴愈发不将王娜放在眼里。 王娜通过私家侦探的调查,不仅知晓了同伴与白婷的事,知晓了那个孩子的存在,还查出她多年来一直没有怀孕的原因。 只是因为同伴安排保姆,在她的失误中,长期投放避孕药,护着王娜的同老爷子死后,王娜多次向同伴提出离婚,都被拒绝了。 自此之后,王娜就不时遭遇各种事故,几次都差点死掉了,而这一切的幕后黑手,都是同伴。 她,王娜这才知道,作为一个豪门媳妇,她所要面临的命运,没有离婚,只有离世。 趁着同伴和白婷一起去看孩子的时候,王娜通过秘密通道找到我家,想要告知我这一切,希望能和我联手除掉这对狗男女。 没想到白婷却中途回来了,真相让我不寒而栗。 现在想来,白婷整天待在书房里,哪里是写小说啊,只怕是为了方便她和外面的狗男人行狗且之事吧。 一想到刚才的那些照片上,想到白婷跟别的男人在一起时的那副贱模样,我就恨得牙痒痒,血液在大脑中四处泛滥, 全身都不住地颤抖着,内心的屈辱,悲愤充斥着我,望着周遭这个富丽堂皇的家。 我真觉得是个讽刺,我无法相信,自己竟然只是豪门男人和情人的一块遮羞布,想要离婚的念头,在我的心里冒了头。 我刚说出自己的想法,那女人发过来的消息,就让我如坠冰窖。 你觉得你老婆会给你机会离婚吗? 会让他们这段不能见人的关系曝光在太阳底下吗? 只怕他们会在你的这个念头升起之前,就弄死你了。 豪门为了掩盖丑闻,会不惜一切代价的。 可能是怕我不信,她又发来一条消息,前段时间,他们都已经开始对我下手,好在我命大,躲了过去。 倘若我死了,下一个死的就是你。 事关我的安危,我决定压下心底的愤怒,暂时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,对于王娜所说的话,也没有百分百相信。 更不想成为别人的一枚棋子,所以也就没有再回复她,那次之后,白婷明显对我热情了很多,可我总觉得她是在试探我,我强压下心底的恶心。 表现如常,一段时间后,白婷对我放松了警惕,再次出门采风。 当白婷以采风,知名跟情人去看他们的女儿,一家三口享受着天伦之乐时, 我趁机找来专业人员,在家里所有的房间里都装上了针孔摄像头,连厨房和卫生间都没放过。 对于白婷,我再也没有了之前的联系之心,想着,既然你让我做了豪门的遮羞布,那我就一做到底,让你们在另一个世界里做名正言顺的夫妻。 白婷采风回来那晚,我躺在卧室的床上刷手机,白婷进来了。 手里端着一杯牛奶,趁热喝,我看着她手上的牛奶,脑子里突然出现一个可怕的场景,那场景的配音是大狼,吃药了。 我浑身一个机灵,等到回过神来,白婷已经出了卧室,我匆忙打开手机摄像头,回看到白婷在厨房里热了牛奶之后,在杯子里放进一些粉末状的东西,搅拌了一番后,端进卧室,看她那熟练的动作,想来已经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了。 回想起之前,我每天晚上都雷打不动喝下的那杯热牛奶,我顿时觉得胃里有东西,即将翻涌出来。 我迅速起身,找了个袋子,将牛奶倒进一个密封罐,将密封罐藏在床底,放好空杯后,假装熟睡。 做完这一切后,刚好白婷走进房间,在我面前晃了晃,确定我是真的睡了,这才走了出去,听到书房传来反锁门的声音。 我这才长出一口气,第二天一早,我将白婷晚上给我喝的牛奶送去医院检测,很快结果就出来了,牛奶里有安眠药成分,剂量还不算小。 想到这几年来,自己每晚雷打不动的那一杯牛奶,我顿时觉得后背发凉,难怪我这么多年一直被蒙在鼓里。 什么动静都不曾听到过,我回到家,躲在浴室里,将水龙头开到最大,打开昨晚的视频回放,视频里,两个光着身子的男女正在缠绵,我咬牙切齿地看着这俩人在一起,那令人羞耻的一幕,暗暗发誓,一定要让这对狗男女不得好死。 我给王娜发消息,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?王娜很快毁我,同伴他现在一心只想弄死我,让我的财产都归他所有。 如果我死了,你便是下一个目标,他们定会想办法让你净身出户,或者王娜那声略号里的意思我懂。 这对狗男女,为了不影响他们的名声,一定会使出一些折磨我的手段,甚至弄死我都有可能,所以我上次说的联手,你考虑的怎么样? 王娜继续发问,需要我做什么? 我打出这行字的时候,坚定了自己的想法,毕竟,我也惜命,只需要你跟我配合好,随时告诉我你妻子的行踪就行。 好,答应了王娜之后,我便随时留意妻子动态,并将她的行踪发送给王娜,在我的潜意识里,也希望王娜能将这两个人一并解决掉。 半个月后,正值农历新年王娜告诉我,她要和她老公一起回老家过新年,她将会在那里解决掉她的老公,让我等她的好消息。 可是,大年初一的早上吃过早饭,我正躺在沙发上刷视频。 突然刷到一个女人在点燃炮竹躲闪的时候,地面有冰,不慎被划倒,整个人扑在正在燃放的炮竹上,炮竹在她身下炸开了,她身上的手机又发生二次爆炸,人被炸得四分五裂,而那个女人正是王娜。 我当时只觉得浑身发冷,视频可是拍得清清楚楚,王娜是死在众目睽睽之下的,在所有人看来,那似乎就是一场意外,可是在我看来,那就是一场赤裸裸的谋杀。 然而,我却没有丝毫的证据,王娜死了,那这对狗男女下一个弄死的人,岂不是我了?这样一想。 我就汗毛直立,因为我实在没有想到,他们竟然会用这样一种残忍而又毫无漏洞的手段将王娜杀死,那他们接下来会用什么手段杀死我呢? 我整个人陷入一种未知的慌乱中,直到手机上投下一片阴影,我才看到白亭不知什么时候坐到了我身边,正歪着头在看我手机上的那条视频。 看完整个视频后,她无嘴惊呼,大过年的,怎么会发生这种事?这女人也太惨了,年都没过完就死了。 我抬眼去看白亭的表情,她脸上的表情那么自然。 仿佛真的是为一个陌生女人的离去而惋惜,可我却从她的眼底看到了那种阴谋得逞的笑,幸好王娜的手机被一并炸毁了。 我假装疑的仰头闭着眼睛靠在沙发上,接下白亭的话,是啊,看得我心脏病都出来了。 这年头,谁能想到放个鞭炮都能要了人的命? 这人哪,谁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?怎么死的? 白亭狐疑地看向我,这个女的你认识? 不认识,但活生生一个人就那么没了,而且是在过年期间多少有点让人觉得事事无常吧? 我回他,白亭收回目光低下头,看不出脑子里想的是什么,几天后,我下班途经一个十字路口,我看到绿灯亮起,刚走了几步准备过马路,一辆车突然迎面驶来,我连连后退。 这才保刊,看住自己这条命,我站在马路边上,看着闯过红灯之后,车速就慢下来的那辆车,知道这绝非一次普通的闯红灯,车主就是奔着要我的命来的,如果不是我反应快,恐怕此时的我,早就变成了一滩肉泥。 想到此,我心里一阵恶寒,王大死了,而我的末日也即将来临,之后的每一天里,我不得不紧绷着神经度过,因为我知道,这对狗男女一定在暗处虎视眈眈地盯着我,等待着机会将我一击致命,而我已经没有了退路,回家后,我把自己差点遭遇车祸的事情告诉了白亭。 白亭唏嘻嘘不已,表情里满是担心,倘若我不知情的话,还真的会被他感动,可此时的我,只能感叹他演技太好,同时感觉到头皮震震发麻,差点遭遇车祸后,我就变得谨慎了许多。 我留意到,有一辆车一直停在我回家的必经之路上,在看到我出现后,才开始启动,于是我每次过马路的时候,都会等人多的时候再走,后来就很少就看见那辆车了。 直到有天晚上,我正站在阳台上抽烟,突然看见那辆车就停在我家楼下,心里的那根弦一下子就绷得很紧,恰巧此时。 白亭从书房里出来,亲热地挽着我的胳膊,亲爱的,我下午吃太成了,胃胀的难受,你能不能陪我出去散散步呢? 我想起楼下的那辆车,知道此行危险,想要拒绝,但又怕白亭看出什么,只能硬着头跟他一起下楼。 楼下公园里散步的人很多,让我紧张的情绪一下子放松不少,可是,当晚白亭拉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,我几次三番想拉他回家,他都借口还想再走走,拽着我继续漫无目的地走,直到夜幕降临,我们行之一处人少有,没有监控的马路上。 白亭突然松开我,弯腰去摘路边围栏里的花,直觉让我突然变得谨慎起来,一下子跳进了旁边的围栏里,一辆车峰一样,从我刚刚站立的地方驶过,侥幸逃过一劫的我站在围栏里瑟瑟发抖,再看白亭,他的眼里居然有这一闪而过的恨意, 但他很快镇定下来,装作对我刚才经历的危险一无所知的样子,拉着我回了家,不久前,我上夜班,早上回家倒头就睡,中途被咳醒,发现家里全是霉气味,而自己浑身贪软,甚至连起床都费劲,但我还是用尽全力从床上爬起来。 关闭天然气阀门后,手脚并用地爬出门外,等到我终于缓过来之后,回去挨个打开房间里的窗户,发现平日里一直待在书房里的白亭并未在家。 很显然,这并不是一起意外事故,而是这对狗男女想要我的命,只可惜,他们还是失算了,这次死里逃生后,我决定开始反击,通过观察家里的视频, 我发现那段时间,每次我不在家,同伴都会大摇大摆出现在我家里,在我家里走来走去,似乎是在谋划着什么,我心里清楚,这对狗男女已经按捺不住地想要我死。 晚上趁白亭睡着的时候,我从白亭的手机里看到了俩人的计划,于是决定将计就计,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死。 几天后,我花高价从宠物店买回一只聪明的成猫。 每天最多的时间就是跟猫一起玩,有好几次,被猫反锁在阳台上,不得不打电话让我爸过来解救我,多次被我爸骂不务正业, 可我却异常开心,每次都会给猫猫一些奖励,因为我想利用这只聪明的猫猫办一些我自己办不到的事。 一个月后,我带着白亭去参加同学聚会,白亭安静地坐在我的身旁,我殷勤地给他又是夹菜,又是倒水,遭到同学调侃。 这么多年了,你家白天鹅还是白天鹅,你这个青蛙王子怎么就变成了腰粗肚圆的癞蛤蟆了? 怎么,你这个癞蛤蟆吃不到天鹅肉,不仅心里酸,嘴里也酸了。 来来来,喝酒喝酒。 我一仰头喝下杯中酒,随即拿起抽纸擦了一下嘴,顺便将多半酒土在纸巾上。 十几分钟后,白亭附在我耳边悄悄告诉我自己姨妈来了,我搭着舌头叮嘱了他一番后,让他先回去了。 白亭临走前还再三叮嘱我们同学,看着点我老公,别让他喝醉了。 但我知道,他盼不得我喝得不省人事呢,但白亭走后,我却没再碰一杯酒,而是借口去了卫生间。 坐在卫生间的马桶上,我通过摄像头看着家里的一切,发现那个叫同盼的男人和白亭一起出现在我家里。 同盼拿着一个插座插在阳台上,插线板直接放在地面上,上面是一部正在充电的手机,而白亭则手忙脚乱地爆出一大堆衣服,并没有扔进洗衣机去洗,而是阳台的池子离手洗。 因为白亭知道,我每次同学聚会都会喝得烂醉,被同学们送回来后,就会躺在沙发上睡一夜。 在他们的计划里,喝得不省人事的,我被送回来后,白亭将手洗的衣服挂到阳台上。 衣服里残余的水落在阳台上,慢慢流进阳台上的插线板中,就可以引发火灾,将我活活烧死在房间里。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,我早已洞悉他们的计划,并且用同样的方式也给他们准备了一份大礼。 等到俩人终于忙完之后,突然发现阳台的水池子下方突然窜起一股火苗,他们回头想要离开,却发现阳台门不知何时被关上并反锁了。 而家里的猫正蹲在玻璃门外盯着俩人,短短几分钟时间,火从水池子下方开始燃起,再是窗帘,暑架,一发不可收拾,整个房间因为断电而变得一片漆黑。 我听到了房间里传来一阵杀猪般的嚎叫声,缓缓关闭手机上的摄像头,我回到包间内的时候,有好几个同学已经喝得东倒西歪了。 我心绪复杂地看着可以肆意喝酒的同学,脑子里回响的,却是刚才自己看到的那火光四射的一幕。 两个小时后,我接到电话说是我家里着火了,让我赶紧回去,几个尚且清醒的同学都跟我到了我家小区,只见我家的那层楼上火光冲天, 我一下车就坐视要往楼上冲,被身边的同学死死拉住,火终于被扑灭了。 消防员从我家里抬出了两个烧得焦黑的人,经过现场调查,消防员将此事定性为一起意外事故, 同盼被医生判定当场死亡,而白亭身体大面积被灼伤,特别是脸部的皮肤,他双目失明。 生带被烧毁,在重症监护室里待了整整一个星期才醒过来,清醒过来的白亭一直不肯睁眼,不肯开口吃东西。 每次我靠近他的病床的时候,他的身体总会轻微发抖,我知道他在怕我,甚至一心求死, 可是我怎么可能会让他那么轻易地死掉,那岂不是太便宜他了? 白亭住院期间,我一直寸步不离地照顾着,我是真心实意地想让他活着, 即使他什么都看不见,口不能言,四肢已废,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,白亭终于可以出院了, 将他接回家那天,我心里别提有多激动了。 在医院里上上下下好多趟,才给他办理完了出院手续,然而,在回到家关上门后, 我终于可以卸下那张笑脸面具了,我盯着那张被烧的面容可不,皮肤翻卷, 撞似鬼魅的脸看了许久,在他耳边轻轻问了一句, 你是不是一直以为被烧死的人应该是我?你是不是一直想不明白,究竟哪里出了差错? 白亭那张恐怖的脸开始变得扭曲,整个身子往后缩着,张嘴想说什么, 但却只能发出难听的嘶吼声,我看着他继续说道, 你知道我每次同学聚会几乎都喝得烂醉,所以就想借着这次机会弄死我, 你们这次的布局可以算得上是天衣无缝,前提是如果我不知情的话, 可偏偏我什么都知道,我知道你制造火灾的方式就是手细几件衣服, 不宁干水,然后在阳台底下放一个插着手机的插线板, 让衣服上的水流到插线板上,造成插线板短路,引发火灾, 让最久的我神不知鬼不觉地死掉, 可是你没想到为什么火会从阳台柜子里鲜燃起来, 没想到阳台门怎么会被反锁,你一定想不到, 当你和同伴搂在一起密谋如何害我的时候, 我正拿着手机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, 所以我就用你教的法子先让阳台下方的水管漏水, 漏下来的水恰好留在里面的插线板上, 不知不觉中起火, 等你和同伴忙完发现起火的时候, 想出去,阳台门却被反锁了, 猫正蹲在阳台门外等着你想办法出去奖赏它呢, 你这个不尝到阳台的人, 一定不知道咱家猫跟我玩过多次反锁门的游戏, 只要有人进阳台, 它就会敲咪咪地把阳台门反锁了, 听我这么说, 白亭的全身开始发抖, 整个身子拼命地往后攻起, 我定定地看着眼前的白亭, 瞎的眼, 烧得翻卷的脸, 布满了水泡的全身, 被烧残了的手和脚, 与曾经那个美得不可方物的女子, 判若两人, 白亭的母亲前来看她的时候, 抱着她痛哭流涕, 白亭紧靠着母亲, 张着嘴巴, 嗡嗡嗡嗡地向母亲表示自己想, 跟着母亲回家, 但她母亲却丝毫不明白她想要表达什么, 而是叮嘱我好好照顾她之后就离开了, 再也没有来过我家, 而等待白亭的, 却是生不如死的地狱般的生活, 我常常看着白亭那张严重毁容的脸, 都会想着如果她不曾背叛我, 如果她不曾有害我之心, 如果她在最后的关头收手, 只怕也不会今日, 可是人生没有如果, 只有后果和结果, 而她也只配有这样的结果。